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叫做三角自拍棒 就是三角架加上自拍棒 叫做三角自拍棒 那這個是Try Selfie Stick 這是Pro Max 就是比較厲害的版本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開箱 跟大家分享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這個Magipia的三角自拍棒呢 那如果大家對Magipia美吉品這間公司不熟悉的話 那我們簡單來說一下 他們就是做一些手機周邊配件攝影的相關東西 那像是我之前有開箱過他們的攝影燈 他們的攝影棚 還有他的麥克風 那我覺得都還不錯啦 那就是看看這個三角自拍棒到底有沒有不錯呢 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有一條Type-C的充電線 然後有一個彈簧式的手機夾座 最後呢就是我們的自拍棒本體啦 拿起來 非常紮實 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就來開心分享一下這根自拍棒 到底如何使用 還有它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我看到的特色就是這根三角自拍棒 上面有一個球形雲台 那球形雲台上面不只可以放你的手機來自拍 你也可以放你的口袋相機 像小小相機都可以放上來 就像這樣子小相機都可以放上來 那我們球形雲台你也可以輕鬆的做角度的切換 跟直拍跟橫拍的切換都可以輕鬆做調整 那因為這是三角自拍棒 所以我們就來自拍一下 哇賽 這有點長耶 你看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自拍一下吧 那這一根自拍棒呢 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快要碰到天花板了 那像是這樣很長的自拍棒 就可以輕鬆做一些非常特別的視角 像是很高的視角 或是超級無敵低的視角 都可以輕鬆解決 那我們也可以輕鬆來拍攝你想要拍攝的事物 像是 欸 你看我的相機 Yeah 那我們剛剛自拍棒是直接伸到最長的狀態 那上面放一台口袋機 那看起來是還蠻穩的 就不會有像是品質很爛啊 就是可能深長 然後會晃來晃去啊 好像相機快要掉下來的感覺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啦 就很紮實 不會擔心說相機快要掉下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手機夾座的部分 那這個手機夾座呢 它是用彈簧式的 就直接把你手機夾起來 那它有兩個孔位 一個在下面一個在後面 就看你的使用需求 那這個手機夾座 可以輕鬆的從橫的變成直的 再變回橫的 就輕輕鬆鬆啦 那上面還有給你一個冷靴 可以加上一些像是麥克風啊 或是自拍燈啊 之類的小小配件在上面 那我們的自拍三角架 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呢 就是我們上面有兩個冷靴的擴充孔位 就你可以擴充 像是我現在裝的無線麥克風啊 也可以輕鬆放上來 還有我們的自拍補光燈啊 也可以輕鬆的放上來 那重點是它這一個擴充的孔位 可以輕鬆的調整我們的角度啊 跟方向 所以像是補光燈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輕鬆的來旋轉 我們的補光燈的位置 小小的藍牙遙控器 就是你要自拍的時候 就你手機放很遠很遠的時候 碰不到 那你直接拿遙控器 就可以來感應說我要拍照還是錄影 就方便很多啦 就不用再把它收下來 然後再按錄影或拍照或計時5秒鐘 然後再把它趕快升上去 這種問題出現 你直接遙控器按一下就可以拍照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講一下下面三角架的部分 那下面有個PUSH按鈕 按一下就可以把我們三角架撐開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PUSH按鈕呢 就是它為了怕你的三角架再拿一拿 忽然就閃開來還是幹什麼的 所以它有一個鎖定裝置 可以讓你的三角架維持在合起來的狀態 反正我們就PUSH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三角架撐開來 那這個三角架還有另外一個超酷訊的 就是你平常自拍棒 好像三角自拍棒都是長這樣 但是這一個三角架可以 撐得更開 哇塞這個已經超大了 所以這樣子三角架腳撐更開 可以讓它更穩 我們就直接來實拍看看 實測看到底有多穩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自拍三角架 已經撐到最高的高度了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它到底穩不穩 如果外面有很強的風 但是你還是很想要自拍的話 穩不穩 看起來是頗穩的啦 就是我們下面的腳是把它撐開來 撐到最大的狀態 那平常自拍架應該已經倒了吧 那現在 這麼是口袋機耶 沒有在開玩笑了 這還蠻穩的啦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角架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那還蠻高的 因為我本人180公分 這已經到了肩膀的高度了吧 這還蠻好用的 假設你要拍一個胸上的鏡頭 特寫 這也還蠻好用的 或者是你要拍一個像是你飲料店的招牌 你想要讓那個招牌一起入鏡 你就可以用這個高度 然後放稍微遠一點 你就可以拍 就是比較大景 這個高度還蠻好用的 那你如果只是想要拍美美的長腿照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降低一點點 可能差不多到肚臍的位置吧 就是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或者是你可以甚至放更低 到地底下 然後拍一個仰角 很特別的視角 都可以 反正這個自拍棒 這麼高 你就有更多的拍攝變化可以來執行 那假設你的自拍棒只有超矮100公分 那你要到底 要怎麼把它拉到這麼高呢 像這樣的高度 我們就可以直接對鏡頭開始 分享東西了 就我們不怕說 啊我們 位置太矮啊 然後 還要調到好像有點仰角的狀態 或者是你就要攜帶一些 比較笨重的三腳架 然後又很麻煩 那我剛剛又稍微想一下 為什麼要買這種自拍三腳架 而不是直接買一個 正常的三腳架呢 那有幾個優點 就是自拍三腳架真的是超級輕 你看 相機跟腳架 拿起來 兩根手指頭就拿得起來 那你的三腳架應該是 會重還蠻多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他佔的空間差還蠻多的 因為你自拍三腳架 你可以這樣 輕鬆的就放在桌子上 這個應該才 30公分的 長度吧 你可以輕鬆的就給他放在 你的餐桌上面啊 之類的 就可以開始做分享 那你如果要放在地上 你整個撐開的 整個 長度的空間 也才40公分而已啊 所以你比較不會佔空間 那你正常的三腳架 如果要撐到 剛剛我們 這個高度的話 應該 他的 寬度呢 應該是 一公尺以上 跑不掉 那這樣子真的 還蠻省空間的 那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吧 到底誰適合買這個 Magic PR 自拍三腳架的 Pro Max 第一種我覺得就是你 自己一個人想要單獨分享東西 就你沒有一個拍攝團隊 幫你拍攝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輕鬆的狀態 你可以輕輕鬆鬆 用兩根手指頭就拿起來了 三腳架 自拍棒 然後還有你的相機 你如果帶整支三腳架 你應該沒有辦法那麼輕鬆 就把它拿起來吧 你要扛一大堆器材 然後又再加一根三腳架 多麼麻煩 這樣輕輕鬆鬆的 就可以直接帶出門輕鬆拍攝 第二種就是你有自拍需求的人 像是自拍棒這個就是自拍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遙控器的部分 假設你就是擺遠遠的 那你稍微想要自拍一下 那有遙控器也非常方便 就你不用再請別人說幫我按一下 或者是在那裡定時10秒 自動拍攝 那很麻煩 我直接遙控器按一下 我就可以輕鬆的拍攝 第三種人呢 就是為了要擴充一些配件 就是假設你要無線麥克風 然後再加一個 小小的自拍燈之類的 就可能你要選 Pro Max 這一款自拍三腳架才有這個東西 那你選其他的自拍三腳架 可能就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高度可能也不太夠 所以你想要有 比較厲害的擴充功能 然後有比較高的高度 你就可以選這個 Magic PR 的自拍三腳架 Pro Max 好那之後我們今天的 Magic PR Pro Max 的自拍三腳架的開箱 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